凉水和面 拌成絮状 揉成面团 盖上盖 饧面半个小时 中间多揉几次 接一盆凉水 把饧好的面放进去 开始洗面 用手不弃的抓 这个要有内心慢慢的洗 换水继续洗 洗好的面水倒到一块 洗到清水 这就是洗好的面筋 洗好的面水过滤一下 面水沉淀5个小时 面筋放进盘中 水开上蒸锅 蒸20分钟 面筋一蒸好 出锅 蒸好的面筋放凉 撕上块 面水已经沉淀好 倒掉上面的清水 滋留下面的面糊 滋留下面的面糊 搅匀 上面撒一层酵母粉 搅拌均匀 肠温下发酵一个晚上 一旦发酵好 倒掉上面的清水 将面糊倒地干净的锅里 开小火 开小火不轻地搅拌 炒至不粘手 趁热揉至光滑 飞成小段 盘子刷油 搓圆 按扁 刷油 再醒10分钟 案板上沾两个贴丝 刷油 擀面皮 刷油 五张落一起 水开上蒸锅 蒸10分钟 出锅 晾凉 这是做好的擀面皮 切擀面皮 黄瓜丝 蒜泥 盐 酱油 香醋 香油 香油 油破辣子 拌匀 擀面皮 请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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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参考